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云林县政府为提升市区道路品质,向内政部申请前瞻基础建设提升道路品质进化经费,要改善市内道路及学区或住宅区内人行道的品质,或核定补助24案总经费6亿3700余万元,预计7月底陆续发包。 县府公务处长彭子诚表示,为提升云林市区道路品质,建立以人为本的优质生活环境,县府向中央争取前瞻基础建设提升道路品质计划,希望可以升道路整体品质,改善街道环境,完善徒步交通及无障碍通行环境,有效维护学童通学安全。 彭子诚指出,此次道路改善计划,不少以市区步道、人行道及环境改善为重点,让行人有更好的行走空间,其中逗留是市区步道环境改善工程,就经过云林国小,四湖乡人本通学生活郎道,也以改善学校附近道路,让学生徒步通学更加安全,便利为主。 24项计划总经费6亿3702万1千元,中央补助5亿3509万8千元,地方自筹款1亿192万3千元。 分别逗留有四件,逗留是棒球场道路品质即景观改善计划,逗留是市区步道环境改善工程,装进入城大医院制售天宫段,逗留是湖山里通行路网建制计划,逗留是花园城市同区廊道营造计划。 原长三件,原长乡市区道路整建工程,原长乡长南村联络道路改善工程,原长乡山内,和和,五块村等联络道路改善工程。 口湖三件,口湖湘盛安路共同管沟冀州边人行环境改善工程,二七,口湖湘盛安路共同管沟冀州边人行环境改善工程,一七,口湖湘与港路道路改善工程。 谷坑两件,谷坑香草岭村接近观形塑营造工程计划,谷坑香草岭联络道路整建改善工程。 台西两件,台西湘提升道路品质改善工程,台西湘镇海工广场及西顶社区周边道路环境改善工程。 麦辽两件,麦辽湘瓦窑村洛福安工及福星工广场即周边道路环境改善工程,麦辽湘桥桥村泰安工廟前广场即文化生活圈道路串联与改善工程。 其余为包中湘市区道路改善工程,北港镇市区道路改善工程,四湖湘湘湖村等十一村内道路改善工程,大皮湘市区道路整建工程。 二,二轮湘联络道路养护整建改善工程,四湖湘湘外海岛人行绿狼环境建制计划改善工程,四湖湘湘人本通学生活狼道建制计划,第一期,湖尾镇峡内道路铺面改善工程。